G-Audi Q3和宝马X1相继在国内入门及豪华SUV市场站稳脚跟后,本时也将GLA引进国内生产,填补了市场空缺,三叉星强大的品牌号召力,精致豪华的内饰。 强劲的动力,让这台由A级衍生而来的跨界SUV实力不俗,那么GLA在用户那里的口碑如何呢?今天的口碑说,车就让专书带大家一起看一下吧。 根据对GLA车主口碑的统计,主要有高颜值、动力足、标准配置丰富三个优点。下面让我们逐条看一下,GLA的外观,得到了广大车主的认可。 GLA整车设计风格与A级相近,前进气格山上大大的三叉星楼都十分显眼,让人过目不忘。 与此同时,升高的底盘除了让GLA看起来跨界风十足外,还获得了不错的通过性,应付普通暗路不成问题。 除了外观外,车主对GLA最满意的地方就是它的动力了。GLA全系有1.6T和2.0T两款发动机可选,其中2.0T分高低功率版本。 对于日常用车,如果只是市区通行使用,那么1.6T的发动机动力完全够用,2.0T发动机动力则更加充沛,适合对动力有一定要求的消费者。 值得一提的是,中期改款的GLA对双离合变速箱,进行了重新调教,与发动机的匹配度更高,平顺性得到改善。 GLA全系标配全景天窗,多功能方向盘,动态操控选择器,无钥匙启动。 Mercedes E互联,只能驳车系统,6气囊加驾驶员西部气囊等配置,基本可以满足大部分用户的日常使用需求。 LED大灯,智能手机互联系统等配置,在更高级别车型上出现,需要这些配置的消费者可以考虑高配车型。 根据对GLA车主口飞的统计,主要有空间小,减阵硬,噪音大三个缺点。 下面让我们逐条看一下,车主口飞中提到最多的不足之处就是空间小了。 由于在欧洲,用户最后排大空间的需求不高,导致欧洲车的空间与同级别日系车相比都要偏小。